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盧冠南 今天我們會來說到說 槓桿型、反向型跟期貨型 這三種ETF 它會有一個時間價值損耗的情形 那什麼叫時間價值損耗 我們等一下會詳細說明 在進入正題之前 請各位還是訂閱我的頻道 以後會定期更新 今天說的內容在 掌握投資金率擺脫死薪水 這本書裡面 它有一個ETF章節 它有完整的說明 好那這三種ETF 基本上來講槓桿型 它是希望追蹤 對應指數的倍數績效 比如說它常常會標記兩倍三倍 那它標記2x這個就是 它希望追蹤 這個對應指數的兩倍的績效 比如說台灣有一檔叫做 原大台灣50正2 這一檔 基本上來講 就是希望能夠模擬台灣50 兩倍的績效這樣子 然後它 這個在這類ETF 在國外的ETF 英文標註的話 通常會有一個 DVG L-E-V-E-R-G-E這個字 那在國內是直接標出就是 L這樣子 它的代號都有L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檔 這一檔代號 DV-Y-L這一檔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不是有一個 2xDVG 這個DOW JONES 這個就是兩倍追蹤 道琼工業指數的 ETF這樣子 OK好 然後再過來 基本上 反向型的 反向型的ETF 基本上來講 通常是看空時使用 它是要追蹤標的績效 標的指數的反向績效 比如說有一檔叫00632R 這一檔 台灣人多數稱為叫T50反低 那這一檔 基本上就是追蹤台灣50 那台灣50 我們知道跟大盤的相關性 高達90%以上 就是希望追蹤台灣50 或是台灣大盤 不是大盤的 績效這樣子 反向績效 因為它在英文標註是 reverse inverse 或是short 那你說老師 reverse inverse我可以理解 都是反向逆向的意思 那為什麼會有short 因為short這個字 在英文有另外一個意思 它不是只有矮或短的意思 它另外一個意思是放空的意思 那因為這一類ETF 其實就是 你覺得它會跌的時候 你可以去買這一類ETF 等於是幫你放空就對了 OK好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 以這一檔來講 這一檔基本上它叫pro-short pro-short 到derdy 這一檔就是 它就是放空到窮 它就是放空到窮成分股 因為我們知道30 30是因為道窮有30檔成分股 它代號就叫DOG OK好 然後 這個在台灣 00632R這一檔 就是反向型 就是所謂的TIMS反應 那在過來期貨型這一檔 基本上來講 它是透過購買期貨追蹤對應指數的績效 比如說台灣有一檔叫原石油 美國有一檔叫USO 那這兩檔其實都是追蹤西德州中期原有的期貨價格 那這一類ETF會比較麻煩一點 是你沒辦法用字面上看 看出來說它到底是不是購買期貨 因為原物料ETF其實有三種 那有一種是購買期貨 有一種是購買期貨 有一種是囤積實體原物料 那這兩種要怎麼區別 其實你沒辦法從字面上看出來 你幾乎沒辦法從字面上 你只能從 你要進去它的官網去看它詳細的說明書 你知道有辦法 比如說它可能會寫說 它幫它 它持有WTI的Future WTIFuture就是 西德州中期原有的期貨 那這個東西就是它是幫你購買期貨的ETF OK那這三類ETF其實都有使用 期貨或選擇權來追蹤對應指數的績效 比如說我們很明顯知道你槓桿行進要用選擇權 你沒有用選擇權 你一定要選擇權或期貨 你沒有用這兩個東西 基本上你是沒辦法追蹤的 OK 好那我來看兩張圖 這兩張圖 第一張圖是台股大盤在今年的 在2018年的5月63到今年的8月8號 2019 8月8號 各位可以看出來它的指數是小跌 有沒有最左邊是 10700多 然後最右邊是10494它指數是小跌 但是呢 這一檔00632R這一檔就是T50反1 理論上它應該是台灣5值的反向極小 它應該小 這一段時間小跌它應該大盤小跌它應該要小漲 但是各位可以發覺它也是跌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就是說 好 左邊這個表格中間這個黑線左邊的部分就是 就是這個圖呢 最左邊跟最右邊這兩個日期有收盤價去看它的績 台灣大盤指數是跌3.6% 台股大盤是跌3.6% 00632R就是T50反1它是跌7.49% 那這邊就是各位讀者應該可以看出來它是 它是有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為什麼台股大盤跌它還是 台股大盤跌應該 T50反1這一檔應該是要上漲 那為什麼它沒有上漲 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要講到時間價值損失的問題 因為這一段時間它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基本上來講這種ETF 聽到這三種ETF 我們等一下結論會再講一次 這三種ETF它不能放很久 我個人覺得最多大概三個月就有一點是極限 OK 然後如果我們找 如果我們找 8月去年有一段時間不是大跌嗎 就是去年9月底到10月底這一段時間股市大跌的時間 股市大跌的時間 基本上這一檔ETF 00636R的確也是大漲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 它的績 我們會發覺說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績 基本上台股大盤這段時間跌15.1% 15.11% 那這一檔00636R它漲16.65% 所以它比台股大盤的反向要多 大概1.51%左右 OK 所以它的確是有達到 這一段時間有達到追蹤的效果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這三類ETF只有在短時間之內漲跌很大 你看 各位看一下去年9月28到10月26 不到一年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它是不是台股大盤跌15% 這其實算很大的跌 這一段時間基本上 它就是短時間之內漲跌很大 才能跟上水追蹤的指數 如果投資的時間越久 基本上它追蹤指數差距會越來越大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 同樣是一年來講 一年之內台股大盤跌了10% 跟一個月之內台股大盤跌了10% 那你同樣這段時間都買進00632R 這一段時間你一年跌10%這種情形 你的00632R不會漲可能還會跌 就是說你看對方向但是你工具用錯 OK 有一點像是說比如說 你台北要去台中 你開車開對方向 但是因為你車太爛 所以你中途拋毛 要花很多時間才有辦法到 甚至沒辦法到這樣 還要折回去這樣子 OK 那另外一個情形是一個月就跌10% 一個月就跌10% 這種情形你真的就會獲利10% 基本上應該是會獲利10%左右 不會差距 誤差應該不會超過兩三%以上 那最後一個是如果說 我們放空多頭型的不等於買進空頭型 放空多頭型 放空你把它想成負 多頭想成正就是負正得負 放空多頭型就是你看空這個指數 然後買進空頭型是怎樣 買進空頭型就是 買進是正 空頭型是負 那基本上正負也得負 空頭型就是反向型的ETF 就是比如說00636R這一檔 基本上這兩個雖然都是在看空指數 但是你的效果不一樣 你放空多頭型的基本上你的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它沒有時間價值損耗問題 多頭型完全沒有時間價值 放空多頭型完全沒有時間價值損耗問題 但是你如果是買進空頭型就有時間價值損耗 但是反過來說這邊又有一個問題 這題外話但是我還是講一下 因為台灣50現在採用半年配息一次 所以現在要放空台灣50的難度其實是會比較高 而且台灣50的券也不是很好借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